首届成都国际工业博览会4月22号在成都举行 当天由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 首个时速160公里的内嵌市磁浮交通系统正式亮相 在位于成都新京的3.6公里中低速磁浮模拟商业运营试验线上 列车最高运行时速为169公里 速度满足市域等交通的需要 据了解 该系统的最高速度 加速能力 爬坡能力 转弯半径等指标具有比较优势 比其他城市轨道交通制式 节约建设和运营维保成本30%以上 总的跑下来跑了7000多公里 调试的主要内容悬浮控制 第二个就是牵引 第三我们就供电系统 因为它一条线路不同的工况很多 它就每个工况都要进行点对点的这样调试 跑到了169公里的最高速度 这个也是目前33.6公里线上 中级速度成本跑到的最高速度 据悉 磁浮交通关键核心技术为悬浮控制技术 一由中国自主研发成功 是成熟可靠的国产技术 磁浮交通所使用的其他技术均是成熟技术 且其供应链不受国际环境变化影响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简验表示 运营实践证明磁浮交通是更安全更可靠 更适应恶劣气候更宁静更环保更经济 智能化的革命性交通方式 磁浮交通可以成为云计算等新基建范畴的交通工程项目 车的电机和驱动部分在草里 你看它就是叫梁包着车 轨是这样 在这个梁上 它这个车的这次车的结构生下来了 然后包着它 内线事也好外包事也好 它都是包着轨的 它永远不可能出轨 所以再加上我们的结构决定 我们的控制系统决定 它永远不会撞车 任何的恶劣气候我们都可以运营 那它就没有了震动和噪音 比方说你这是办公室 这里是车载没有问题 走进磁悬浮列车 宽敞明亮的车厢设计 简洁舒适的依靠布置 列车启停平稳 噪音较小 磁悬浮列车吸引了大批乘客前来试乘体验 现场有乘客表示 看着外观和普通轨道交通相似 但乘坐体验后 才真正感受到科技带来的舒服 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那个噪音很小 比地铁的噪音要小很多很多 其实就是坐上列车 刚刚启动的时候比较平稳 再一次的话就是速度比较快 我们坐上去的话很舒服 很舒服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